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在我国历史上,战争发生得十分频繁,虽然有着很多的著名战役,但是战争的残酷本身是无可制否的,那就是死人。 而且在几年之前,曾经有人对于世界上的战役进行了统计,发现我国记载周描述的战争就有三千多起,占据了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。 当然这是不统计参战人数的,要是每一期都像长平之战那样的话,我国能发展至今绝对是个奇迹。 而且,在史料中有过记载,很多人为了逃避战争,甚至自残手足,故意不去参军,这些都间接证明了战争的可怕之处,那么真正的古代战场上,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? 有专家曾经表示过,其实古代的战争,很多都是一面倒的局势,真正的伤亡人数,大多数都不会超过整个军队的三成。 造成这样的原因,则是因为军心的问题,因为一支部队一旦伤亡人数超过三成,那么就已经造成了碾压的局势。 就像在南,北朝时期,刘宇在平定孙恩起义的时候,一个人杀掉多个敌军之后,就把数千人吓得不敢上前,并不是这么多人打不过一人,而是没有人愿意去当一个冤死鬼。 可是很多人表示,古代两军堆垒的时候,在冲锋时第一排是怎么想的? 其实这与打仗的排兵部阵有关,就像是一般的阵容都是步兵在前,弓兵在后,骑兵负责侧翼的阵型,正所谓军令如山,若是在战场上的第一排人后退的话,那么,肯定会被后面的人踩死的。 第一排的人也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自己若是战胜的一方,那么战利品就是第一个遇到的,所以有的时候威慑并不是最重要的,适当的奖励也是至关重要的,所以,古代也有拿人头还爵位这一说,而且也正是这样的恩威病师,古代士兵才愿意在第一排。